朱子到底是不是朱元璋的亲生儿子 为何朱元璋谈到朱子会后悔不已 朱元璋一共生了26个儿子 朱子是他第八子 而朱子的母妃则是朱元璋过去竞敌陈有亮的女人 然而朱子在22岁那年却自焚而死 民间传闻是因为其母告诉朱子 你的亲生父亲其实是陈有亮 元末时期 在元顺帝的统治下 整个社会变得腐朽不堪民不聊生 有太多的老百姓遭到迫害 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 于是自发组成义军团队来抵抗朝廷的暴政 这导致元末时期群雄并起天下大乱 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英雄豪杰 比如说朱元璋 张世成 陈有亮等等 他们都是农民起义领袖 非常的勇猛强悍 其中就有一代萧雄陈有亮 一直在抵抗元朝 敢作敢当的他后来成为了汉国的建立者 陈有亮出生于湖北某贫困的渔民家庭 他的父亲是上门女婿 所以在家里的地位非常低 总是被老婆家的人瞧不起 可他的儿子陈有亮跟他的性格天差地点 陈有亮十分胆大勇猛 总好些拳脚功夫 长大以后便在衙门当差 奈何这份工作实在太无聊了 于是他便辞去了官职 决定带着发小文加入红金军 在这里闯出一番新天地 没过多久陈有亮在异军队伍里 就当上了一个小头目 后来他发现徐寿辉空有其表 于是又找了一个机会解决了徐寿辉的性命 而自己便成为了异军领袖 公元1360年 陈有亮建立汉国 之后他便带着他底下的大军四处征战 所到之处保护老百姓 严禁手下仗势7人 所以徐寿辉的军队身受老百姓的爱戴 此时的徐寿辉建立的汉国 占据了元朝半壁江山 朱元璋抢了陈有亮的妻子还生下儿子 为何晚年却追悔莫及 不过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的朱元璋也展露头角 不过也成为了陈有亮的死对头 后来在颇阳湖大战中 朱元璋以20万兵力团团为主 陈有亮60万大军 最终用剑射杀了陈有亮 据名史记载 朱元璋一共有26子 他有一个妃子叫达定妃 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不多 但可以知道的是 达定妃的本名叫达兰 过去是陈有亮的女人 而朱元璋在杀掉陈有亮以后 就将达兰纳入后宫 据说是为了出一口恶气 红武三年达兰入宫 被朱元璋册封为定妃 定妃出身不祥 没有什么背景 能够成为朱元璋的妃子 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 也算是结束了自己漂浮不定的生活 可以在皇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在被朱元璋宠幸以后 达定妃生下了两个皇子 分别是大儿子齐王朱父 二儿子谭王朱子 齐王朱父专门负责元朝圣女的残君 不过朱父在建文年间被贬为庶人了 虽然说无权无事 但起码也是善终 再来说一说达定妃的小儿子 朱元璋第八子朱子 朱子和母亲的关系很好 在旧藩时 他还带着母亲一同前往封地 看来是想好好孝顺母妃 希望母妃能够在封地里过得舒适惬意 活到终老 可是在洪武二十三年 就传出朱子在王宫里挟妻自焚而死 这个消息一传出 整个朝野内外都处于震惊的状态 但最震惊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 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痛苦 后悔不已 那么朱子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自杀呢 他有什么想不开的事 朱元璋抢了陈有亮的妻子 还生下儿子 为何晚年却追悔莫及 后来史学家们通过史料找到了一些朱子自焚事件的原委 有两种史料解释 第一种史料认为 朱子害怕妻子于是掌兄与虎的罪行牵连而感到万分优据 还没有等朱元璋将他寻找进宫 承受能力差的朱子便带着妻子自杀了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史料记载 据说朱子在就藩以后曾和母亲彻夜长谈 或许是达氏实在守不住心里那个埋藏许久的秘密了 便对儿子说 你的亲生父亲其实是陈有亮 他被朱元璋所杀 我之所以瞒着这个秘密 是因为想看着你日后得事 再为你的亲生父亲报仇 而朱子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决定反抗明朝 可没有想到能力太差落败 最后沦为了大明王朝的阶下囚 选择挟妻自焚而死 但是在这两种史料记载中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相呢 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 朱子绝不是陈有亮的儿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可以看看朱子的出生年份 朱子是1369年出生的 可陈有亮死于1363年 也就是说 朱子是定妃入宫很多年以后才生下的皇子 所以肯定是朱元璋的儿子 怎么可能是陈有亮的骨肉 不过现如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朱子是在22岁那年死的 不过他的真实死因到目前为止都无从考据 所以民间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那些不识之说其实都是百姓们的杜撰罢了 当不得真 不过话又说回来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疼爱子女 如果他早知道自己的儿子朱子 是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差的人 估计就会把他留在身边了 也不至于年过六旬 还要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